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不得了了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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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太子殿下 什么 怎么会少了一个 不是有人看着吗 我 我也奇怪啊 少了哪一个公民 哪一个 我 我也说不上来 我想起来了 就是昨天提问的那一个 大人不是还夸他 是美人拍吗 是他 我想起来了 是冯朗的女儿 冯朗 仲长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把他找出来 好 我这就带人进宫 来人哪 来人哪 走 都给我听着 谁要是敢私藏 擅自逃离境台的冯淑仪 格杀勿论 给我搜 搜 走 孩子不是在西南吗 怎么会突然到了平城 本宫要捉拿私自从祭坛逃走的宫女 给我让开 为了一个小小的宫女 也值得太子这么兴师动众 衣服不魂 你好大胆子 臣不敢冒犯太子 只是左招你娘娘 再为皇上祈福臣奉命守卫安祥公 任何人不得进入 我们走 结党营私 擅离边关 犯上作乱 污蔑大军 罪罪当主 就是长十个脑袋 也得杀呀 皇上息怒 皇上 快下生命吧 否则俊儿和皇宫危机四伏啊 南征大军与刘宋 建杖一跃有余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如若现在撤兵 无异于前宫尽弃啊 皇上 万万不可 太子的东宫集团 在军中耳目众多 若兵马一动 必惊扰他们 提前加害俊儿 篡位登基 这样一来 不仅没有歼灭乱臣贼子 反而造成国中大乱 兵阁相间 伤我大为元气啊 这般不成 那般也不成 难道要让逆贼得逞不成啊 皇上 臣妾倒有一计 不知可行否 快说 请皇上 恕臣妾触犯军威之罪 爱妃千里跋涉 眼下国难当头 爱妃为我大为天下献计献策 何罪之有啊 朕恕你无罪啊 谢皇上 而等立即整肃兵马 飞护三军严阵以待 待朕去查清送营之后 再与诸位商讨大计 皇上何须亲自侦查送营啊 微臣愿率兵前往 朕若不弄轻敌行 怎敢于敌坠阵哪 而等按计划准备吧 皇上 刘宋军多有诡诈 微臣愿意陪同皇上亲王 哪能够废话 来 出发 出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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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冲了敌军埋伏 受了重伤 什么 皇上现在在哪儿 已经抬回到秦帐中 走 看看去 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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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王爷留步 太医正在里面抢救 此时不亦打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就 怎么会 皇上们 输 输 皇上 皇上他刚上了山坡 私下里 刘宗的步兵突然出现 我们几个偏死冲杀 再杀出一条血路 是保护皇上 冲出了周围 可 可皇上却冲了一阵冷戒 你 你 太医 皇上如何 皇上上了太多 微臣无能 微臣无能啊 皇上依然下崩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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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 冯淑仪一定藏在祥和宫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个宫女会不会发现我们的事情啊 大人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仲长师大人 你这是何意啊 太子殿下 不 皇上 刚刚收到 争南大军内的传报 皇上已于三日前 驾崩了 两军阵前 南征大军不敢声张 现在已经悄然退至桑干河边 皇上驾崩之前 以下诏书传太子殿下 出桑干河边银表 诏书即刻便到平城 微臣恭贺太子殿下 恭贺大魏 新军入主 恭贺太子殿下 皇上遗诏到 太子坚持 此乃天诛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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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小将恭候多时 请太子殿下下马 那些大将军们哪 怎么不见他来迎接本太子啊 殿下 众将在一起陪皇上呢 马上会出来 请太子殿下下马吧 下马 下马 皇上在哪儿呢 皇上在死 皇上在死 父皇 皇上在死 皇儿为何见朕不跪啊 把他们背进来 父皇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 说什么呀 说天象大师可以取朕的命是吧 这上乘天意 主宰着大魏江山 一个江湖野道 还能护风唤雨 善改天意不成啊 父皇 儿臣不知所说何意呀 你身为太子 不思礼国 不辩是非 结党赢私犯上作乱 死到临头了还敢狡辩哪 来人把他拿下 父皇 父皇 一定是奸臣陷害儿臣的 儿臣是冤枉的 把孽障带进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来 父皇 你千万不要相信谗言 不辩中奸 儿臣怎么会与父皇为敌呢 逆子啊 你一直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回头看看这人你认识吧 你不是 奴婢冯淑仪 是安长公的送金宫女 太子 您还认得吧 父皇 一个罪臣之女的话 怎可相信哪 儿臣不服 你忘了你的忌吻里 是怎么诋毁朕的吧 当面念给他听 我有掏尸报证 欲废掌利诱 直到错人鸾 天地可以供诛之 此番难争留诵 必欲烈火分之 万箭穿之 浑散命亡 妖女 今日我亡 死不甘心 朕 朕 托出之 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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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亡我死不甘心 我变成逆鬼 不会放过你 皇上 只带几十人的一拳卫队 对 这个恐怕 东阳王不会认为 朕连这几个小猫贼 都收拾不了吗 皇上 皇上 此去平成 您得明他们在暗 宗爱燕狗心狠手辣 他们势必苟急跳墙 垂此正打 还请皇上三次啊 诸位不必多言 朕议已决 何老把 继续带领重将官 与敌军对垒 传令御前卫队 随朕赶赴平等 出 常讨论已决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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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的东西 何臣 杀了你 去 大事 把那几个送经的宫女 也给我带上来 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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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是长茹母身边的吗 你现在就回去 把这封信 交给长茹母 明白吗 明白 能做到 否则 我烧死你 奴婷明白 奴婷现在就去 去 把他送进皇宫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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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左昭与娘娘什么事 先不要进宫 淑妮 我要去神坛找皇上 他只带了几十个侍卫 我不放心 你一个人先回宫 我跟你一起去 姑姑 不行 你回宫 快点找到长茹女 让他速速派平 到神坛旧家 否则 我难清皇上 会遭到 纵爱他们的暗算 记住了 不行 姑姑 只要您太危险了 你怎么了 姑姑不会有事的 你自己小心 快 送他回宫 姑姑 记住我说的话 公公 长茹母 祥和宫的柳叶姑娘求见 柳叶 让她进来吧 扣见长茹母 柳叶回来了 柳叶 神坛里发生什么事情 长茹母 宋外大人把天下大师给杀死了 他还让我给您伤来一封信 微臣受太子殿下胁迫 所为实属不得已 然微臣已为皇孙拓跋郡 年龄随幼 却具掏书涵养之功 将来必为一代英主 微臣愿劫心尽至 辅佐皇孙 忠心皇孙 忠心大卫天下 柳叶 神坛那边还有什么事情 长茹母 神坛那边还有好多武士 好像要打仗 长茹母 神坛那边有好多武士啊 柳叶 神坛那边有好多武士啊 左昭仪娘娘呢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左昭仪娘娘她 她不放心皇上追她去了 让我回来报个信 书业 皇上现在在哪儿呢 皇上 皇上亲自去抓曾外了 说要守刃侵尘 可是皇上她 只带了几十名清兵 几十名 可是神坛那边有好多武士啊 淑仪 戴上我的令牌 劝御林军大营 让乙福不魂将军 猴肃赶往祭坛接应皇上 是 大人 大人 你肯定我们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皇上带人 向这方向来了 好 今天不是我亡 就是他死 来人 到 你立刻将人马 埋伏到禁坛周围 记住 暴君一到 就将乱箭齐发 先消灭他的御前卫队 然后 再轮番发起进攻 让拓爬掏 死无葬身之地 错 哼 咬 快走 好 快走 大将军 大哥 都准备好了 这次了 大将军 我求求你赶快发兵进攻吧 皇上跟祖朝领娘娘 都在里边呢 一个女子 怎知用兵之道 大将军 皇上快 帮皇上去当逃兵 走 大将军 大将军 我求求你 救救皇上 救救祖朝领娘娘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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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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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安 你个乱臣贼子 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哪 皇上不要 皇上不要 皇上 皇上 义父虎 在 带领大军 铲除叛军 秦王救驾 出 跟我出 姑姑 皇上 皇上 公元四百五十年 太武帝为宦官宗爱所杀 离南安王托巴鱼为帝 此年又杀之 朝堂动乱 人心惶惶 常如母召集大臣赫罗拔等人 诸宗爱鱼大 公元四百五十二年 托巴郡称帝 史称泰安元年 童年 童年 常如母被尊为常太后 冯淑仪被封为贵人 他们又杀之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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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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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臣们说得对 皇上应该严守理智 作为天下的表帅 我的好属义 其实在后宫 不必拘泥礼节处处拘谨 这样到时候我们显得生分了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吗 好 不过只能在后宫这样 在众臣面前还是要一致而行 皇上您是第一天上朝 您的自称千万别说错了 你就放心吧 不会忘的 这 朕不会忘的 你们为什么不参见皇上啊 臣妾向皇上请安 平身 谢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 谢万岁 中文爱卿在平息东宫宗爱之乱时 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今后你们市镇的以众之臣 历经了两年内乱 我大魏百废待举 为了完成太武皇帝的遗愿 朕决定推出三个新的国策 第一 第一 提倡先汉一家 各族和睦相处 第二 抑制过度游牧 重视农丧发展 第三 推行汉礼汉制 提倡读书遇人 是 启离皇上 皇上提倡险汉一家 老臣首先认为不妥 这大魏的江山 大魏的天下 是我鲜卑族人 用鲜血和生命打架来的 汉人凭什么坐享其成啊 这朝中的王公贵戚 不都是鲜卑的子孙吗 怎么会是汉人坐享其成呢 倒是汉家延绵千年的文明 被我一一引尽惨用 这倒是有我们坐享汉家文明之嫌啊 那些偏远小族 都是些荒蛮余味之人 咱们怎么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呢 朕以为 无论民族大小 只要他能生存 发展 壮大 就必然有他存在的道理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我们应该 避起所短 学起所长 同存共募 当年我鲜卑也是偏远小族 当被别人轻视时 我们心存不满奋起抗争 而如今 我们怎么能重蹈 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的老路呢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皇上提出新国策 无比英明 我大位有皇上 定能成为强盛之国 一同华夏之大地 皇上 微臣认为 众农丧亦有目的国策 恐怕不利于鲜卑族的发展 东阳王 先帝一直很器重你 说你老成持重 博览群疏 擅长文韬武略 是鲜卑族人杰出的人才 所以正想你自然知道 当年我们从大鲜卑山下来的时候 靠游牧为生 靠工程掠地不断壮大 而如今 我们统一了北方 拥有辽阔的版图和众多的人口 还靠以前的老办法能行吗 靠这些老办法能治理好这么大的国家吗 如果真心关注鲜卑人的利益 就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从游牧转向农丧 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 这才是鲜卑人的福祉所在 皇上所言极是 微臣 这是徒有虚名 身感无地自容了 皇上 英明睿智 臣等忠心拥护 新国葬 再过几天 就是常太后五十华诞 为了庆祝太后华诞 朕决定 给文武百官 加官进决 大将军以赴不还 进决太原宫 总览兵部事宜 臣领旨先 高允加封中书令 同管吏部百官 臣高允谢万岁 李懿 出任宫廷禁卫御林军统领 臣领旨谢恩 其他朝臣 一律官商一级 谢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年轿皇上来了 淑姨 朕今天的心情真是好极了 你知道吗 咱们商量那么多天的国策 朕今天在朝堂之上全都宣布了 你猜文武百官什么反应 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没人反对吗 有 拓拔子推今天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可是被朕给博得哑口无言的 就连被人称之为小诸葛的皇叔拓拔批 也被朕狠狠地数落了一顿 那义副将军呢 他当然支持朕了 朕今天高居永安殿之上 指点江山勾画鸿图 群臣赞扬歌颂之声不绝于耳 书姨朕今天才找到做帝王的感觉 皇上轻松驾驭朝朕 书姨感到非常高兴 只是那些颂扬之词 并非都是出自真心 皇上可别过于沾沾自喜了 书姨 朕在朝堂之上充满自信和威严 为什么一见到你 这威严和自信就荡然无存了呀 书姨并非让皇上难堪 只是一心想要帮助皇上 陈旧迁旧大业 成为一名的君主 朕知道你是为了朕好 只是当着朕的臣民的时候 你可不要让朕下不来台啊 在臣民面前 书姨当然给君王留着多面子 中央王 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 啊 皇上从小受催好的蛊惑 已经不是我鲜卑的儿郎了 我当初拥戴他做皇上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京召王严重了 据我对皇上了解 近几年 他虽然一直在学习汉学汉智 可他骨子里 仍然是一个鲜卑人的心 那他为什么和我们先被人作对 啊 这你又做何解释 这刚一朝政部 就推行什么新国策 这不是拿刀子在戳我们的心吧 所谓的新国策 我看 多半都是冯贵人的意思 没错 我早就说过 在冯家女身上 凝聚着他们两代人 对我大魏的仇恨 皇上娶了她 将后患无穷 现在他非但不听 还要将此女由宫女生为贵人 万千宠爱居一身 这在我大魏王朝 是闻所未闻哪 可相而知 这个女子手段之高明 比起她姑姑左朝一来 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皇上推行新国策啊 也许只不过是想借此笼住 汉臣们的心儿呢 那以伏不魂哪 这几年 依仗着她手中的军权 和拥立新帝的资本 其引心是日益膨胀 从来不把我们皇亲国旗 放在眼里 这不 皇上刚一朝政 就封她为太原宫 和你我都是平起平坐了 皇上这不是明摆着 住乙湖复魂的威风吗 这口气 你让我怎么能够咽得下去呀 王爷 皇兄和太后 现在对她是恩宠有加 我认为 目前我们还是不要 锋芒毕露的为好 有冯家女和乙福不闻在 我大魏王朝的父王 就在眼前 身为朝廷重臣 我们不能眼看着先帝 打下来的基业毁在我们的手中 好了好了 不要说那么多了 皇上才上朝一天 你不就没完没了的 虽然皇上封了乙福不婚为太原宫了 但是狼虎豹奔三军 还是受霍老八的指示 我看皇上不会像你想得这么糊涂 好 如果皇上再执迷不悟的话 我们能拥立他 也能废掉他 大爷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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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什么人 永昌王因毛反对刺死 这都是他的下属和妻妾 被押往宫中为奴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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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是南朝既因太守之女 啊 听说 永昌王随皇爷爷南征的时候 到达寿阳里 得到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主 难道就是她 这么是